记者苏孟娟台中报道,文化高中与大学合作大手牵小手计划,引进大学外籍生资源进高中,推动双向对话、文化沟通等课程,让高中学生即使坐在教室内,也能培养国际力。 文化高中配合教育部提升青年学生全球移动力计划,申请大手牵小手大专院校外籍学生与高中生交流计划,引进大学来自不同国籍的外籍学生赴小交流,课程以双向沟通分享的方式进行,让大专外籍生更加了解台湾,文化高中学生也能增加自己的国际视野。 校方指出,计划与包括济南、中兴、东海大学合作,邀请来自美国、法国、德国、韩国、日本、印度等国的外籍生到校参与,以简报介绍不同国家的概况和文化。 校方指出,课程利用周会或让各班教师自行登记参与,参与的大学外籍生不少来自非以英文为母语的国家,透过各具国家特色强调的英语,一样能跟高中学生对话。 这也让学生体会未来地球村时代,可能也会面对来自不同国家的民众的世界性英语,要学习沟通无碍。 除语言文化交流外,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生均会准备故乡为跟文化学生分享。 来自印度的外籍生叫做拉茶,来自泰国的外籍生则叫做梁瓣青木瓜丝和泰式奶茶等。 文化学生也有任务,学生简报介绍台湾的节庆,流行文化和台中的私房景点等,让外籍生认识在地。 更有学生设计小游戏教印度外籍生写中文姓名等,参与学生指出,透过大手牵小手的课程活动,有大开眼界质感。 尤其不少外籍生来台湾之前,依据过很多国家交流,国外学生早就启动国际力,最值得台湾学生学习,考量学生回馈热烈。 校方计划新学年延续办理,引进更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大学外籍生进校交流,让学生多元学习外,即使不必出国也能提升国际力。